明明是食品广告却标榜可以抑制发炎反应等医疗效能 还有宣称皮肤美容、风胸等夸大词句 通通都被卫生局依法开罚 台北市卫生局公布上半年违规广告查其成果 共开罚326件,裁罚2743万元 其中食品238件,裁罚金额1759万元,金额最高 在这一次的一个公布来讲的话 我们又公布前三名累积财阀金额较高的一名业者 第一名是中华海洋升级部分有限公司 他在上半年是总计财阀173万元 主要的话其实我们举例是公司有一个叫做小分子、鹤藻、唐交的视频广告 他在广告内容已经涉及疗效了 累计第二名的是七宝创意有限公司 他在上半年累计金额是83万元 其中我们举例一个拉雷七木花风影这个产品 事实上他在产品广告里面有宣称到的词句 有讲到所谓的贫富美容跟风修的词句 这个已经涉及到整体的一个誇张一身互解 所以我讲第三名法第28条的规定 那另外第三名的话是我们的全力专注国际部分有限公司 上半年总累计金额是66万 那我们举的例子是针对这个公司 有一组法国专利进口的麦月酶 一身菌跟维他命C的一个组合 然后他在整体的一个产品的广告展现上 宣称它有湿密处的保养的词句 也是这几夸张一身误解的部分 陈怡婷科长指出 以违规广告媒体分类统计分析 网路263件占80.7%最多 而网站违规广告则以公司官网131件最多 那事实上我们一直在揭入整个广告的一个 违规广告的一个走向跟趋势 那目前来讲的话以台北市 台北市揭入的结果还是以网路广告是居多 它真的违规的比例居高 那它占80% 它其实是电视的部分是8.9% 那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常见的 人灾宣传户 包括你们在市面上会看到立牌、看板、海报、 船单等等这样的6.4% 那如果就网路到底是哪一些网路途径 会进行违规呢 其实最高的还是各公司的观望 那它是以131件裁发金额1149万 是最高比例的 那另外大家关切的社群媒体的部分的话 依序违规的一个建树跟金额 第一个是脸书、Facebook 再来是Instagram 然后还有我们来 所以这边其实还是要提醒 网路购物的一个风险 其实是非常高的 卫生局进一步分析 违规食品广告 已宣称提升免疫力类占第一位 而违规化妆品广告 则已宣称促进细胞活动 或胶原蛋白增生类占第一位 今年上半年还是以益力提升为主 这个跟前两次公布其实差不多 那比较特别的是第二名 皮肤美容类 那个前几次都已经落到后面了 那可能是口罩洁净之后 这个部分的话 皮肤美容类的违规广告又出现了 那第三名跟上一次去年 111年一样是瘦身美容的部分 那以化妆品来讲的话 其实常见的一个违规广告持续前三名 最常见的就是促进细胞活动 还有胶原蛋白增生 那其次为消炎消肿 或者是除皱除蚊等等 所以其实在这些广告的用时上 衛福部都有发布相关的认定基准 让我们的业者在制作广告的时候 去判断哪一些可以说哪一些不能说 卫生局呼吁凡是广告内容太神奇 太吸引人都需要提高警觉 民众可以参考包装或标识上相关资讯 或请教医师 营养师等相关专业人员建议 切勿听信夸大不实 或宣称具有疗效的广告 以免破财伤身 记者联系会台北报道